对于大陆日前出台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民进党当局旺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 大陆对台湾没有司法管辖权 并恐吓称90%以上民众都可能受到波及 刻意把复大陆及港澳地区的旅游警示提升到橙色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导致两岸恶意螺旋上升 对此 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2号表示 民进党当局这些做法完全是罔顾事实 颠倒黑白 是对大陆恶意的污蔑和抹黑 是对台湾民众赤裸裸的欺骗和恐吓 陈兵华表示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合理合法 凡是以身是法的台独顽固分子 不管其身在何处 国家执法司法机关 都将一锥到底依法严惩 大陆方面发布实施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司法文件 不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民进党政客故意将广大台湾民众 与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 企图借机恐吓民众绑架民意 拉台湾民众为台独垫背 居心险恶 事实证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 特别是台湾青年 不再受民进党当局欺骗裹挟 不愿意被台独 以各种方式表达要与台独顽固分子切割 他们要求民进党当局解除对两岸交流的限制阻挠 希望能够安心顺畅往来两岸 陈明华表示 依法严惩台独顽固分子 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 是捍卫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应有之一 也是维护两岸同胞共同利益 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正义之举 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 顺应历史大势 充分认清台独的危害性 欺骗性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 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感谢观看